俄瓜多正報車輛竟然應闖墨西哥駐俄瓜多大使館 事關主權問題 墨西哥氣得跳腳完全無法接受 斷交還不夠 墨西哥當局表示要用國際法告到底 不過俄瓜多可能覺得委屈 因為他們認為墨西哥大使館包庇涉嫌貪污的俄瓜多前副總統葛拉斯 事實上 從2023年12月 葛拉斯就躲在墨西哥大使館 4月4日還成功申請到政治庇護 俄瓜多當局強調再抓犯人 不過再也陣營剪刀槍 巴西 委內瑞拉 古巴智利等國家 炮口一致 抨擊俄瓜多的行為 而尼迦拉斯也宣布斷絕所有跟俄瓜多的外交關係 至於宏都拉斯則是呼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 應該要一起討論如何因應目前區域間的緊張外交情勢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